OK 那差不多像這樣子 OK 那我們的燈光差不多架設好了 那我也還沒開始實際拍攝 OK 那我們的像... OK 那我們燈光差不多架設好 那...OK 那我們的燈光差不多架設好 我就上面BOOM了一盞小小的... 藍光的那個... 好 差不多架設好 那我們就... OK 那燈光差不多 OK 那燈光這些東西差不多架設好 我們來稍微分享一下 反正我們就用一根BOOM杆 把一盞南光的Forza 60C 一個彩色的COB燈加到上面 然後用Fernel跟四葉片去控制我們的光線 不要照到後面的牆壁 我們把燈打開一下給大家看 像是...這樣 就我們比較少照到牆壁的部分 就是稍微控制一點它的光線 然後後面呢 那裡是一片CR-LS 25公分乘25公分 下面是一盞閃光燈 如果想要補一個... 嗯... 稍微勾勒 然後但是是柔和的光線 那我們要這樣子準確的控制光線 又不要照到旁邊的東西 所以我們用了CR-LS 下面的閃光燈我用焦段最長的焦段 然後還是會照到旁邊 所以我們下面又再加了黑鋁箔這樣包著 讓它完美的完全不會照到旁邊的牆壁 讓它做一些... 嗯...我不想要的反射之類的 然後...對... 啊那個CR-LS是3號 就是柔和...比較柔和比較廣的照射範圍 但是它還是一個蠻硬的光質 因為它是25x25公分 然後下面那一盞現在紫色的那一個是 NMQ RX7 然後加上那個...蜂巢 嗯...就是格子啦...小格子這樣子 然後...一樣也是準確的控制光線 因為我們不想要讓它一個... 180度大亂照 照到我們旁邊的白色牆壁 所以就...前面有蜂巢 好啦...就這樣子 所以就是... 無線閃燈 然後還有兩盞的持續燈這樣子 包夾我們的顯卡 那顯卡在哪裡呢? 嘿嘿... 所以我想說拍攝的時候我們就... 所以我們架... 我想說架子 我想說拍攝的時候 我們顯卡就這樣子手拿著就好 就不需要說 我們再去想辦法拿什麼... 釣魚線啊那種細的尼龍繩 去把這個顯卡 飛到一個空中 因為我想要讓它... 呈現一個比較...神奇 可能就飄在空中的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酷的角度 所以放在桌子上是不可行的 那... 反正我們就用手看看啦 因為我想說... 我們像是拍賣這樣子 用手拿著看起來也比較... 哇塞...好像是真的產品一樣 不是那個電腦... 繪圖3D Render的影像這樣子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拍攝看看囉 超級棒的 超級棒的 很好 非常棒 成功